大家好 我是龙飞 今天是1月19号周三啊 那么今天呢继续我们的涨停版战法的一个教学 那么今天大盘只说呢是再次走出了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啊 今天的最高点呢是达到了我们3578点 最低点呢是我们的3541点 那么昨天的文章对于大盘的一个预测点位呢 应该是在3550点到我们的3600点之间 那么今天呢是再次试探了一下3550点的一个支撑位啊 那么在复盘之前呢还是先看一下我们昨天的文章对于大盘今天的一个预判啊 那么昨天的一个文章当中写到呢是放量上攻开启反弹 周二的指数呢是在利好的一个加持下走出了一个震荡上攻的格局 不仅是回补了上方3550点的缺口 还重新夺回了五日均线走势较强 那么量能呢也是得到了一个有效的配合 突破了五日和十日均线 那么加上银行和证券的一个护盘呢 蓝筹百码带动了指数的突破 但是涨停大部分呢却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 这也和周一涨停加速大幅增加有直接的一个关系啊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市场的这种涨停的加速一旦大幅增加以后啊 一定会分散市场的一个资金 毕竟指数还没有能够到百家齐放的一个地步 那么板块的切换呢 也是一个调整仓位的一个好事迹啊 那么周二呢 是龙金是直接出现了一个跌停 那么打开以后呢 也是直接选择了认输下车 那么对于这种上攻趋势的标的一旦出现了跌停的走势 说明标的和人气呢 都发生了一定的一个改变 所以风控永远是要放在首位的啊 所以呢 也是选择了空仓等待啊 那么空仓呢 是一种境界 在市场上呀 很多朋友其实满仓呢 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么只要满仓啊 不管是新手朋友 还是刚进出股市很久的一些老朋友啊 那么满仓呢 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因为市场上的很多好的标的 或者是你看中的标的非常非常的多啊 那么只要你有资金 那么就会选择进场或者是选择上车了 但是空仓却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啊 大家都知道 从近期指数啊 或者是行情处于防守的一个阶段以来呢 一直都是属于一个一个低仓位啊 或者是属于一个低仓位观望的一个状态当中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还是比较难受的啊 因为市场呢 它是存在上涨和下跌的 那么上涨的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控制仓位 把仓位给加高 那么当出现风险的时候 如何去规避风险 只有去通过降低仓位了啊 那么这段时间呢 一直都是属于一个防守低仓位观望的一个阶段当中 那么 尤其是在盘中看到满意的标的啊 那么我们的仓位控制呢 就选择优位的重要了 那么很多朋友呢 可能目前的位置都比较高 仓位呢 也是比较高 所以空仓呢 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 当我们把风险规避了以后 行情出现了上攻阶段 我们再考虑逐步的加仓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有的时候和大家说啊 星级吃不了热豆腐 只有度过了防守期 才能积攒更多的一个进攻力量啊 那么在周二的时候呢 因为涨停的加速呢 不是很多 所以呢 是只选择到四指符合的一个标的 那么分别是翠维 海量 金石 还有一个是德利斯 那么这四指标的呢 按照强弱排名的一个划分呢 德利斯排第一 海量第二 翠维第三 那么金石科技呢 是放在最后的一个位置啊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四指标的今天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四指标的呢 是按照强弱排名的一个划分 德利斯呢 是排在第一的一个位置啊 那么今天呢 在找盘的时候呢 属于正常幅度的一个开盘 开盘在我们三个点以内 开盘的幅度呢 是2.6 今天呢 是出现了一个涨停啊 是再次出现了一个连板的一个冲高 那么为什么大家去关注三连板的一个标的 原因就是这样啊 因为这种三连板的标的呢 很可能会出现四连板五连板 甚至是六连板的一个走势啊 所以德利斯呢 是放在文章当中的第一位 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涨停 那么排在第二的是海量和翠维 那么海量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海量今天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涨停 目前呢 是属于一个主声浪的一个上攻击 今天早盘呢 也是属于正常幅度的一个开盘 早盘呢 也是给了一个进场上车的一个机会 同样呢 今天也是处于一个风涨停的一个阶段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翠维了啊 翠维呢 也是近期的关于硕的经济走势比较强势的一个标的了 那么这只标记呢 早盘呢 同样也是给了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 今天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涨停 那么只有第四个啊 第四个标记呢 就是这个金石科技了 金石科技呢 是今天没有能够出现风板 并且是出现了一个大幅打压的一个情况 出现了一个五板以后呢 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 早盘呢 创下一个近期清高以后呢 尾盘就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挫 出现了一个跌停啊 所以昨天选择到的四只标的呢 是有三只排名 较为靠前的三只呢 德利 德利斯 海量 还有翠维呢 都是出现了一个涨停 只有排名第四的这个标的呢 是出现了一个跌停啊 那么周二选择的标的很少啊 但是只有四只 但是很好 那么能在其他标的都出现大幅打压的时候 依旧能够一飞冲天 说明市场对于这些标的呢 都很有信心 那么至于哪只能够成为接下来市场的一个领头羊呢 我们就只有交给时间去验证了啊 那么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 挂不可算尽 为天道无常 市场呢 也是一样的 没有绝对的一个事情 我们只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一定要学会尊重市场 学会敬畏市场 那么风控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只有把风险控制学好了以后呢 再去考虑盈利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在周二的bbd大单呢 流出一共是23.9亿啊 那么百亿内的流出呢 都是属于正常的一个现象 那么指数的放量突破呢 是加上权重以及大金融的护盘 说明市场会逐步脱离3550点下方啊 那么之前呢 一直和大家说3550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么目前呢 是可以当作反弹去看 指数呢 如果说想要出现反转 那么一定要站在各条均线的一个上方 也就是3600点的上方才能够看作是反转 所以短期的一个震浪区间呢 是给到了3550点到3600点之间啊 那么 整体的一个六维战法的一个评分呢 是打了一个4.6分啊 由于昨天呢 是处于一个放量的突破 并且是突破了一个5的均线啊 所以整体的一个基本面和技术面呢 整体的分数呢 就打了一个4分 那么人气面和资金面呢 是打了5分 消息面和政策面呢 同样呢 也是打了一个5分 综合的评分呢 是4.6分 对应的一个仓位呢 也是4到5成左右啊 那么周二所选择到的4只标的呢 看周三哪只符合就上车啊 有机会 哪只符合标准 有机会就选择上车 没有机会呢 就选择耐心等待啊 今天4只标的呢 都是给了上车的机会 那么前面的3只 排名较为靠前的3只呢 都出现了涨停 第4只呢 是出现了一个跌停啊 那么政策面呢 一共是5分 那么降息的这个利好啊 应该不会消化太久 那么稳定平稳运行呢 才是主基调 那么消息面呢 是对于数字经济 大数据板块呢 依旧是形成利好 可持续度较高 尤其是数字经济就较有较长远的一个意义啊 那么为什么近期把这个数字经济还有这个大数据说的这个比较多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十四五规划呢 一直把这个数字经济大数据呢 作为一个高频的词汇 因为谈到的比较多 尤其是这个数字经济啊 以后的发展的意义呢 会有很长远 并且有重大的一个意义啊 所以这个数字经济呢 整体的一个长远度就比较高了啊 那么人气面呢 就是突破了5的均线 并且出现了一个放量上攻 那么配合指数呢 是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啊 那么昨天的一个成交量呢 也是突破了5的均线和10均线的一个压力啊 资金面呢 是在百亿内的流出 都是属于正常的一个流出范围 那么技术面呢 是回补了上方3555点的跳空结构 站上5日均线 那么短期市场呢 将出现反弹的一个开始啊 大家要助理 这也是反弹 但并不是反转啊 如果说指数想要出现反转的话呢 那么一定要站在3600点的上方 以及各条均线的上方 那么基本面呢 是突破了防守区间 属于反弹的区间 关注3600点的一个整数关口的一个压力位啊 今天呢 依旧是属于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当中啊 那么说完了一个文章呢 今天的一个BBD呢 流出是在97啊 依旧是在百亿内 属于正常的一个流出范围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涨停板复盘 今天的整体的涨停板加速呢 比昨天要稍微多了一点 今天呢 一共是有70多家啊 那么这70多家呢 我们还是按照涨停的顺序啊 以致一致的来看 首先是第一只 今天的涨幅是30% 那么像这种标的呢 刚开始的新标的呢 我们是不作为自选的一个关注标的啊 那么在视频的开头呢 依旧是给大家说一下关于涨停战法的一个实战运用 以及一个核心思想 那么核心思想呢 依旧是强者很强的一个选择标的的一个思路啊 那么大盘上攻的时候呢 将会有很多的一个涨停标的 其实是不利于整体市场的一个走势的 当市场的涨停的加速多了以后呢 那么对于资金将会有一个分散的一个效应 但是如果说涨停的加速比较少 或者是大盘出现下跌 或者是出现探底的时候呢 其实对于选择的标的呢 是非常具有考验度的啊 那么为什么说我一直和大家说 当大盘出现大幅下挫的时候 当出现风险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比较好选择标的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就是当这种考验出来的时候呢 依旧能够出现涨停了 那么一旦市场起稳了以后呢 它上攻的力度要比其他的一些标的将会大很多啊 只有在出现探底 或者是出现大幅下挫的时候 这个帧笼呢 或者是市场的领头羊呢 才会真正的显现出来 市场对于它的一个关注度啊 以及资金对于它的一个关注度 那么我们整体的一个涨停战法呢 做的就是一个强者很强 我们每一个上车以及下车的奖位呢 都是有严格的控制和标准的啊 我们每一次去上车一支新标的的时候呢 都不要超过两成的一个仓位 原因是什么 就是对于风险的一个防范 在任何任何的时候呢 都一定要把风控和仓位控制放在首位 只有你把仓位控制好了 风险控制好了 这个时候呢 你才能够选择出符合自己操作的一个标的 那么什么样的标的是符合我们操作的一个标的呢 首先 我们一定要是选择上攻趋势的标的 我们关注的很多的这种连板 甚至是三连板 四连板 五连板的标的 都是市场短期的一个关注度非常高的标的 同样呢 我们把这个涨停创历史新高的标的呢 也纳入我们的一个关注标的当中来 原因是什么 就是当市场处于弱势或者处于震荡的时候 这些标的能够走出强于大盘的一个走势 能够出现涨停创历史新高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明他们整体的这种市场人气是要强于大盘的啊 那么我们找到这些标的以后呢 要看他能不能给机会上车啊 就像我昨天在文章当中的看到的啊 那么首先啊 我们所选择设置标的看哪只符合上车的标准 有机会就上车 那么什么样的标的是啊 符合上车的标准的呢 大幅的高开 比如说周三找盘大幅的高开 超过五个点的肯定是不适合上车的 原因是什么 大幅的高开呢 会导致啊 阻力呢 有出货的一个可能 那么大幅的高开当天上车了以后呢 可能一旦出现大幅的一个打压呢 将会造成一个重大的一个损失啊 所以大幅的高开超过五个点 我们是不让大家去上车的 同时大幅的低开超过五个点呢 我们也是不让大家去上车的 大幅的低开呢 会对当天多方上的上车的市场人气呢 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正常的上车点位呢 是在正负的三到五个点啊 也就是说正负的三到五个点以内是可以考虑去上车的 那么正负的三个点以内呢 是更加安全的一个点位 是安全边际更高的一个点位啊 我们每次上车呢 是不超过两层的一个仓位 这两层的一个仓位呢 也是分两种上法 第一种上车的方法呢 是在早盘的时候 直接大盘强势的时候呢 直接上两层啊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比如说大盘比较弱势 可以在早盘的时候呢 先上一层 上完一层以后呢 如果说啊 这只标的出现了一个下探 那么可以再加一层 这样呢 可以拉低成本啊 这是上车的方法 那么关于下车呢 我们也是有严格的一个点位控制 首先下车的第一个点位呢 是在五日均线啊 为什么把五日均线设置为第一个下车的点位 一旦标的跌破了五日均线啊 我们是可以作为下车的第一个点位 因为这种强势上攻的标的啊 它是不会跌破五日线的 或者是会沿着五日线 沿着五日线稳步的向上运行啊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标的它的走势呢 一般是比较平稳的啊 如果说跌破了五日线 那么可能呢 近期可能要会出现调整 所以五日线呢 是作为我们下车的第一个点位 那第二个下车的点位呢 也是我们刚上车就出现了大幅打的一个情况 那比如说有些标的刚刚出现上车啊 结果当天呢 就出现了一个大幅打压啊 打压的幅度呢 超过了五到七个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是可以考虑直接下车的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和第一条一样啊 因为像这种稳步上攻的这种标的呢 它是不会出现大幅打压的 一旦出现大幅打压呢 说明里面的人气呢 市场人气 出现了一个较大的一个变化啊 所以说像这种第一条和第二条下车的点位呢 是根据个人的一个心理承受能力 那么如果说你的抗跌性啊 或者是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的话呢 那么可以参照我们的第三条下车点位 第三条下车点位呢 也是我们的一个铁率 必须要去严格的去执行的一条铁率 那么第三条下车点位呢 就是它三天不创近期的一个新高了啊 那么为什么说三天不创近期新高 需要作为一个下车的铁率去执行呢 因为现在的市场啊 风起云涌变换的呢 是非常非常的快 如果说它三天都没有能够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 说明里面的市场人气呢 也是发生了一定的一个改变 那么我们找出的这种主升浪的标的 或者是连板的标的呢 一定都是市场的一个领头羊 或者是市场人气 非常非常浓厚的 关注度非常高的标的 如果三天都没有出现冲高呢 说明里面的市场人气啊 或者是资金面 出现了一定观望的一个情绪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出于对风控的一个考虑 首先呢 一定要把仓位给撤出来 我们先关注 看它能不能够继续走出上钢的一种趋势 如果说后面再出现了一个涨停创新高 那么我们可以接着上 那么说 如果三天都没有能够创下进气新高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是选择先下车 下车了以后 我们再去考虑 是不是有更好的标的啊 我们如果说有更好的标的 我们可以选择更好的标的去上车 如果没有更好的标的呢 我们要看考虑 后面它是不是能够突破 突破了以后 我们再考虑去上车啊 我们的一个强者很强呢 是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 大家一定一定要记住啊 并且呢 我们每一次去优化组合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我们的一个六维战法 那么什么样的叫做六维战法呢 可能六维战法整体提到的还不是很多啊 六维战法是通过对于我们的政策面 消息面 资金面 人气面 技术面 以及 以及基本面六个维度去对我们整体的市场去做一个评分 然后综合的评分呢 是作为我们目前可以持仓的一个仓位的一个变化啊 如果说目前的市场是比较危险的呢 我们整体的仓位呢 就可以降低啊 如果说我们整体的仓位是比较高的 那么说明我们的市场也是比较安全的 那么市场呢 处于上升期 我们可以去选择加仓 去获得更大的一个盈利 如果市场呢 是属于弱势的 或者是属于防守的一个阶段呢 我们就需要把仓位给降低啊 把我们的风险给规避过去啊 那么基本上呢 这就是我们整体六维战法和涨停战法互相辅相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路了啊 大家在刚开始学习这套战法的时候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以学习方法为主 而不是学习啊 这种标的的升班硬套啊 任何的方法呢 都是有一定的利好和一个弊端 大家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适合自己的操作模式啊 才能够在市场当中长久的生存下去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今天的一个涨停版 那么这个集市传媒呢 是出现了一个三连版啊 让大家去关注三连版呢 因为这种三连版的走势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势的啊 所以把它放在我们的一个自选当中 但是呢 不会做强弱的一个排名划分 因为三连版呢 我们是不作为上车的一个标的考虑的 只是看它后期能不能够走出四连版 甚至是五连版的一个强势上公信号啊 那么我们再接着看 像这种手版呢 我们也是不作为关注的啊 那么这一支是精彩互联 精彩互联呢 也把它放在今天的一个自选当中 已经走出了一个五连版的一个走势啊 那么再次把它放在今天的一个自选当中来 韩剑是二连版啊 这个新花锦手版呢 暂时不做关注 翠威也是昨天选择到的标的啊 应该是排名第三的一个标的 今天呢 是再次出现了一个涨停并创进气新高 那么大家去关注这种 主升标的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出来啊 什么样的标的叫做主升标的呢 以至于沿着五日线缓步的向上运行 这是第一点啊 量价其升 这是第二点 上攻的过程当中呢 红柱多于绿柱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呢 基本上是三天能够创下近期的新高 调整一天 新高 新高 调整一天 两天啊 新高 新高 那么这种呢 就叫做主升浪的行情了 那么主升浪呢 也是所有的波浪当中 吃肉吃的最舒服的一个浪啊 所以我们要吃的就是大肉 三天不创进气新高呢 是作为我们看它能不能够符合 近期的一个主升浪的一个上攻行为 并不是说我们只做三天的一个行情 如果说三天能够连续的创下新高 那么 那么就可以继续留在车上啊 选择就可以吃肉了啊 那么这只脆围呢 是再次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自选当中来啊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那么手版呢 是不作为关注的 因为市场当中的手版很多 不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上攻趋势啊 那么海量呢 也是昨天放在第二的一个标的啊 也是在文章当中 应该是排名第二的一个标的 那么德利斯呢 是排名第一的啊 那么也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自选当中来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湖北广电 那湖北广电是今天出现了一个涨停 但是没有创下昨天的一个新高 那么像这只标的呢 必须要突破了以后啊 涨停 那么突破了以后才有关注的一个关注度啊 目前呢 还没有出现 突破昨天的一个新高 所以呢 暂时不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资源当中来 浪潮啊 也是出现了一个三连板啊 也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资源当中 为什么近期的一个大数据和数字经济啊 整体的这个走势是比较强的呢 因为这种数字经济一旦起来了以后呢 一定要需要大数据的一个 这种板块的一个配合 以及它的一个技术支持啊 所以这个整体的一个数字经济和大数据 二者呢 是相辅相成的啊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 引力传媒也是昨天出现了一个大幅打以后呢 今天是再次出现了一个上攻 并且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 那么也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资源当中 那么根据我们整体的一个走势呢 一旦涨停满了加速超过了150加 我们所选择的标记超过20之以后呢 基本上市场的基金就要开始出现了一个分散啊 就要开始出现了一个分歧 所以每天我希望整体涨停的加速呢 最好呢 是不要太多啊 太多了以后呢 对于市场的基金分散呢 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啊 所以涨停的加速少呢 其实反而对于市场的集中度啊 是一件好事啊 那么这只 还没有 这只是属于赤星 那么赤星呢 也是暂时不让大家去关注的 金华制药 今天是走出了一个大幅打压 并且出现上攻的一个走势 也是再次出现了一个上攻的一个走势 创下了近期的一个新高啊 也是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赤选当中来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 延华智能目前也是出现了一个涨停 八方 尖峰呢 还没有创下近期新高啊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目前选择到的标的还不是很多啊 哈森属于手版啊 所有的手版呢 我们暂时都是不关注的啊 德利是昨天排名第一的啊 今天也是再次出现了一个涨停 也把它放在今天的一个自选当中来 亚联发展是二连版啊 二连版是暂时不做关注 手版呢 也不做关注 那么目前是9.96啊 今天整体的涨停版加速呢 一共是有70多家 所以选择到的标的呢 应该也不会太多 再去掉一些手版的一些标的啊 那么博瑞传播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涨停 那么还没有突破昨天的一个新高 暂时不做关注 啊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这种呢 是9.27了 所有的涨停版呢 就全部给大家复完盘了 今天的一个涨停版加速呢 一共是只有8家啊 是昨天的一个两倍 那么今天的这个选择的标的呢 也是比较多的啊 8家标的算是正常的一个 加速了啊 那么这8家标的呢 今天在文章当中依旧会做一个强弱的一个排名啊 那么今天的涨停版复盘呢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